我今天打算24小时只吃水果减肥 这是我昨天在京东生鲜下的单 我还没想今天这么快就到了 我刚6个回来外面超级热的 但是我的快递很凉爽 因为这些都是冷练运输的水果 有樱桃 荔枝 还有麒橙 这些就是我今天的伙食了 那我现在还没有吃早饭 先上个称吧 称一下我有多重 120多斤 怎么回事 你在干嘛 早上我打算先吃荔枝吧 这么多个重 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冰箱 凉快 先拿一些车 好吃呢 就较薄 看起来不错 让我喝 很甜 苦也很香 华尔科 这种炎热的天气里 吃这种冰冰爽爽甜甜 汁有很多的荔枝 爽歪歪 当早饭完全可以啊 吃这个荔枝 千万不要对着自己开口 它会爆汁爆出 我已经吃了七个了 荔枝真好吃 皮薄肉多 就是怪废手的 剥的我手都红了 小谢 你是在等待头胃吗 头发 荔枝300克 但是它也不是很瘦 难道说 你手疼吗 不疼 你真是皮操忍候啊 不像我 脸皮薄 还嫩 我简直就是一个大馄饨 我吃饱了 数一下 一二七十八十九 我居然只吃了十九个 嗯 凑个整数啊 撑下一颗荔枝有多重 居然有三十克 那么我刚才吃了二十个 也就是六百克 早上吃完荔枝过去了四个小时 我居然也没有很饿 水果还挺管饱的 中午我打算吃橙子 好香啊 橙子 就闻着这个香味 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甜的橙子 给它称一称有多重啊 二百八十克 挺大一橙子哈 你们这么吃橙子的 反正我就是这样切开 好有弹性 好香啊 好多汁水 皮很薄 哇 好甜 天天感觉糖分摄入过量啊 这个直见得我脸上都是 鲜嫩多汁 好吃香味 嗯 是吧 空气里全都是这个橙子的味道 这个是美国进口的黑标旗橙 我这个是两千克礼盒装 里面一共有九个橙子 橙汁大 大到包装纸装不下 我已经吃完一个了 还是有点饱的 但是下午肯定会饿的嘛 再吃一个 嗯 这个是两千克礼盒 嗯 好不好 挺好看啊 新的潮流 这个能套我脖子上吗 我的头套得近吗 好 不可能 但是可以套在狗头上 小艾 来来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 狗头也套不上去 来来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距离我吃完橙子午饭 已经过五个小时了 下午还是有点饿 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增加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一下 晚餐还是吃水果 车里紫 樱桃红热 好香啊 哇 好大颗哦 好大一袋 我买的是1.5公斤的礼盒装 单裹约8到10克 这样一说我就忍不住想要撑一下 哇 有14克 我洗了500克车里紫 哇 血淋淋的好漂亮啊 好吃 非常鲜甜和爽口 好好吃哦 汁水很丰富 超级新鲜啊 每个都是这种大颗饱满的 挺好吃 老婆也吃饭 刚刚点了炸鸡 手里的樱桃突然 你一个人吃得下4块吗 当然啊 你吃你的水果 我带吃啊 嗯 你一个人吃得下4块吗 我在吃啊 我水果真好吃 反正今天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能吃水果是吧 咖啡经常吃的 你要不要吃啊 不吃 我只吃水果 我想吃一吃 嗯 好的 好吃吗 好好吃啊 哇 朋友们 真好吃 真好吃 好辣啊 这吃啊 怎么会吃啊 痛 怎么了 有芥末 有芥末啊 我看我看我看 我老有芥末 怎么会有芥末啊 这里都没有啊 是我女帮的 是我芥末 是我女帮的啊 死我了 怎么又是你 上次在阿鱼的西瓜里放柠檬 这次又干了什么坏事 这次在炸鸡里放了芥末 为什么要在阿鱼的炸鸡里放芥末 因为阿鱼虽然嘴巴上说减肥 但每次都会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这次就当给她个教训吧 但她明明有在吃水果减肥啊 很健康嘛 但人不能一天只吃水果啊 好像也有点道理哦 那你也不能放芥末啊 小朋友们 于老师告诉你们 其实三餐只吃水果是不行的哦 因为根本就不会瘦 哇怎么回事啊 脱了裤子还重了两天 水果可以作为我们日常营养补充的必备品 大家要均衡饮食 想吃水果的时候就打开京东 搜索生鲜618 好吃又便宜的食材都在这里哦 6月12日有活动 可以领劝哦 买199-50元 买299-100元 记得来京东生鲜 尝尝新鲜